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播出第一集 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速形成 以开放 促改革 促发展 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王 而今 面对巨变中的外部形势 进一步扩大开放 是中国应对挑战的坚定选择 当了十九大一年来 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落地实施 中国的对岸开放 范围更大 领域更宽 层次更深 全面开放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可以搜索央视新闻家 再见 再见